主料,红烧肉600克,干豆腐500克,辅料,油,盐,葱,姜,八角,糖,腐乳,老抽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干豆腐切成条,先将猪五花肉洗净,切成小块,捉水杯肉,炒锅中倒入少许底油,放适量白糖烧到冒泡变色, 然后下入五花肉煸炒,上糖色,小火,尽量多炒一会,把肉里的油翻炒出来,然后烹入料酒,放入葱段,姜片,花角,八角,香叶继续煸炒,然后倒入适量老抽和腐乳汁,最后倒入开水,放一个干辣椒,大火煮开后改小火慢慢炖制,干豆腐切成长条,打成结,待锅中残汁炖制一半后, 放入干豆腐结,加入少量盐,继续小火慢炖,腾汁收浓后,即可出锅成盘烙,烹饪技巧,炖到腾汁收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